正手发侧上侧下旋球是最常用的发球技术 侧上旋与侧下旋结合使用 配合发球落点变化 可以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威胁 我们先来看正手发侧下旋的动作要领 站位在侧身位 重心稍微降低 持拍手在持球手后方 球置于掌心 左手将球向上抛起 同时前臂以肘关节为轴心 向身体右后方外展 手腕以腕关节为轴心外展 腰部略微向右转动 重心压在右脚上 当球回落至网高时 前臂以肘关节为轴心 加速内收 拍面稍后仰 手腕触球瞬间 向球的侧底部加速砍切 腰部同时回转 腰部同时回转 重心从右脚转移到左脚 发侧上旋与发侧下旋的动作 基本相同 不同的地方在于 在击球瞬间拍形稍稍立起来 触球中部 手腕内收勾起 向球的侧上部用力摩擦 不切入球的底部 即可发出侧上旋球 注意事项 一 要想增强 发球的旋转 触球瞬间 手腕要加速抖动 注意瞬间摩擦 并服以身体重心的控制 二 发球时 动作要舒展 充分拉开手臂 而且要在靠近腹部的位置 击球更易于发力 三 侧上侧下两种发球 在比赛中要配合使用 并且动作尽可能相似 以迷惑对手